啊 鞋杀点渊 说什么呢 打的一半人越打越少 从山坡冲下遗迹 遗迹什么的 骑着马 下了一人 这是谁呢 咱们这交代这个人是谁啊 这个人姓善 叫善达 提他可能不知道 提另外一人不知道 山西啊 就是黑道 说白了就是黑白两道 黑道有黑道的总条罢子 大家都知道人是谁 叫善通 善通 咱们说是善达 为什么善通是山西总条罢子 因为善达出事 善达是他姑 因为这件事起码下张波 就这个李渊 出的事 他移交的权力 变成了善通 是总条罢子 善达呢 起码不顾 因为他这黑白两道 他宗志啊 他是黑道是瓢霸的 听说山底有人打结 听得有战场的声音 也一看呢 一会儿人 脸上摸什么都有 上面说的 回首两个人 轻杀蒙面 不 打过来看 你看 打家结社 你看李渊呢 说那是官府啊 他是官圈 哟 打家结社 接当官儿呢 慎离地马 这不行啊 我黑白两道我通知 这归我管啊 我是协调的 呵呵呵 这当军人跟当官儿搭这不行啊 骑马下车 这人长得有特点 啊 长得怎么说呢 凶声恶煞一辈 非常的粗犷 骑马 下车不一声动气 这今天又离得远呢 喊得你看那听不见呢 他就举起这手来 白手 什么意思呢 让人看见 别人打了 这种意思 他下车摸下来 李渊正打着呢 哪里一看 呦 山坡下来一人 凶声恶煞的 这谁是 找这摸不像好人啊这个 好着找正门 别是贼人一道 下山坡帮忙来的 走嘞 先下了围墙 怎么呢 把它放到荒天底啊 扎到 满桥上 把这弓拿出来 出弓搭建认后 天前 啪 一箭出去 不翘不歪 这还摇手呢 这一箭 扎到耿脏夹上 当时死时跌落 这是唯一说的一份 善达说的这一次 都是送死的来的 没他了死 还没善通什么事 方提 尸体倒落神埃 你看他 撂完了 拿起来方提 接着拿去 这杨广啊 跟那个语文化解 俩人打得也是 是 九战不下 李渊也是大将 也是有能耐 跨了方天底 一边使不了这兵去 啊 当枪 当兜 当月 当虎都能使 在这打着 仰广心里有活动 俩人都懒说话 他都听出来了 也是 这么多官兵啊 带来就没有一个 牛门人嘛 跟加农远公你们打什么呀 过了点人 咱一块把他打得不好嘛 没人帮他 都打加农远公 不敢插手 里边有聪明的 那边杀了差不多了 回处去看 有二位煮了 还打着呢 就过了 有这么十几号人 回头 开始 啊 明清 一斗安全南方 那事儿 往后边来一下 写负伤了 慢慢在这伤 你看 啊 连一下 我就坐在这儿 啊 啥主啊 叫在这儿 林同山 嗯 往当无极呢 叫败退的时候 山上又下了一匹马 啊 又来一计 都喊什么呢 这位呢 名字不咬手喊了 猪手 就是一嗓子 李渊听着 啊 杨广 人法律也听着呢 得飞在这儿喊了 妖管又一箭过来 嗯 住手 别听错 住手 这是谁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啊 你说你说这 善打死都要 就差一句话 嗯 下真这是谁啊 书中教的 人是谁呢 秦穷秦书宝 今天咱们的主人公 大隋藏这部书 乱是人 秦秦秦书啊 干什么的呢 山东 济南府立方县 啊 三班六房 走移的满快 说白了就是铺块头 多了现在就是属于县里的行政大队长 就这边 非常有能力 武功也好 在山东啊 九州六府 一百丹八县 人那一条 说秦穷全是大不多 因为呢 黑白两道宗师抓拆办案 啊 白道呢 有为非做胆子 他抓 谁道朋友呢 能逃抬手高抬手 放人走放人走 有江湖道 所以呢 黑白两道呢 非崇拜这个秦穷 对他这个名声非常好 宋林有什么外号呢 叫什么呢 马跳 黄河两岸 简打山东九州六府 一百丹八县 啊 塞砖珠 四孟长 神权无敌 盖山东 半边天 秦兄秦书 这个外号太长了 这有什么用气 包括什么信息呢 咱说这外号 咱一句一句说 马跳黄河两岸 山东 人家是说 马 他骑什么马 黄飙马 都说黄飙马 这马叫什么 千顶干草草 西凉 玉顶干草草 就这马 又叫什么呢 透骨龙 被人家透骨龙 这马瘦 啊 瘦没马样 咱们这马没肉 就那样 吃多少 吃草动物啊 吃多少肚子大起来 也是草包肚子 他就是贴肉 这马就这样 吃多好 哎 脖头儿翻着 都挺好 您看那泪条永远是漏的 透骨龙 这马好 马踏啊 碰碰两岸 捡打 深渡 九州 六府 一百三八戒 武功的好 一对熟铜窗茄 熟铜茄 茄什么模样 大多这么长 铜的 有三领 有四领 茄 这个兵器呢 能砸用 也能炸 非常难练这么一个兵器 秦琼其实还会使枪 这都是厚文教的 厚文教的秦琼 有他父亲呢 有他父亲使枪 把秦琼 老江里面的枪穿到他手里 他有个枪 茄文一直就是这个双茄 再往后呢 思孟长 孟长君 有说孟长 我说孟长君 这人是谁呢 咱们说是这个人 什么时候呢 这人是 叫什么呢 就叫孟长君 其实是什么人呢 叫田 姓田 这个人 这个人 他的父亲叫什么呢 叫田英 就孟长君 叫田文 他父亲叫田英 田英是谁呢 齐国 齐威王的小儿子 齐威王是什么意思呢 齐威王又是谁的书辈呢 是齐威王的叔叔本 等于这个田英的是齐威王的弟弟 田英呢 在齐国呢 干了十一年的宰相 这个人啊 温头五略 非常好 田文呢 是田英的 第四十个儿子 最小的小儿子 有这么段故事 田文叫这个孟长君 出生的时候什么日子呢 五月初五 生完以后呢 家里边呢 跟那个田英说啊 那个小儿子生了 今天生了五月初五 田英你听这也怀 这孩子不能养 把这孩子扔了 不要 圣台那个母亲就得问呢 夫君为什么要把孩子扔了呢 说这孩子呀 五月初五出生 对门楣不好 迷信 孩子长多高 这门楣多高 就说这孩子多高 这门多高 比这父母不好 啊 伤父害母 迷信 把孩子扔掉了 而是我亲生的 在这绕往说白了 当妈的不忍呢 私自己按在地里头呢 把孩子抚养成人 养到一十四岁 把孩子领到田英的面前 这是你们的儿子 他已经当时就急了 生气了瞪眼了 你这不是要回我们老田英 我说的他这个 伤父害母 他以后有门楣 你说你留这孩子干嘛 非常不高兴 夫人说的句什么话呢 说呀 您说这孩子 孩子多高 门楣多高 孩子长高了 您把门楣高了 凶嘛 之后就没事了 说这个 田英也不说同意 也不说不同意 老头走了 就不管这孩子 但是孩子那很聪明 文桃武略全学会了 自己有自己的庭院 家里有财也不在乎 夫人疼啊 小儿子 这田文 好交朋友 孟长军 都管的叫孟长军 好交朋友 门里呢 养了多少人呢 就是来来往往 朋友 不算 就是天津在这儿出 在这儿住 养了三千人 这三千口不是家母养共啊 是朋友 您给我那么投奔我这儿去 啊 您家里有什么事 你跑这儿去 你外边杀人的一行 你跑这儿躲着来 是这 他全当朋友 不但当朋友 田文是少爷 啊 是说白了小王子 这样 他什么待着 这三千人什么待着 他是什么 他说什么 他喝什么 三千人一模一样 就这么好交朋友 大方有这么天 来了一个朋友 啊 大伯燕燕 来欣赏咱们吃饭喝酒 屋里的一个灯啊 真的是烂 还有油灯 还有牛油灯 可能是灯火呀 不太稳 有点暗 这朋友饭一上来呢 看自己的饭 看那边的 你们是灯光暗 看不见 这个人呢 也是有点挑毛病 他站起来 我不吃了 灯光不明 主客不分 哪个我们的饭 跟主人的饭不一样 主人吃的好 我们吃的是 怕我们看见主人吃什么 里面灯光暗 这朋友不高兴 站起来要走 这天文一听 哟 别这 掌灯 就夹着这盏灯一看 咱们俩饭是一样的 这朋友多好 这朋友也对了起他 一看 哟 这饭是一样的 我错怪他了 您真乃孟昌军也 一条大碗锅 拔剪自文哦 哟 不行 这告诉我们什么 他剩一顿饭 哈哈哈 不是没有朋友 完了他还收了两个朋友 一个朋友干什么的呢 小偷 鸡兵狗盗会打洞 会开头 小偷 还有一个人呢 会口气 学着个鸟啊 动魔教会口气 收了两个这个人 其他的那帮人 这人就劝 这个人有什么用啊 要文采没文采 要武功没有武功 鸡名蜀道之辈 说这俩一个鸡名蜀道 鸡名蜀道之辈 没用 这俩人叫做什么用啊 孟长军呵呵一乐 都是朋友 这句话就说这儿了 到后来呢 这两个人把孟长军还救了 怎么呢 齐国实在是没人了 拍这个天生啊 出使秦国 那去吧 也不给他派兵 也不派随同 怎么办呢 就带着自己的朋友呢 啊 扮成随同啊 怎么着啊 就带着大家出去踏兴去 去秦国了 这秦王带些什么礼物呢 白狐子皮球 皮球什么 皮草 白狐子皮的 做一身 这多少只白狐子你做 假执连锋送给秦王 秦王入国库 收起来 可是从中有坏人 啊 这秦宫的娘娘 看着天文 哎呀 小狐子长得惊人啊 这留着秦国多好 就想把他留下 留下数条奸绩 什么奸绩 听说这个天文呢 带来这个宝贝 白狐子皮 先给这个秦王 哎 可惜啊 我是没有 我有一件给多好啊 反正听说他们还有第二件 让他们回国给我取来 有第二件承给我 我放天文回国 说完了 你没有理会不了国了 就一件 天文就慌了 这怎么办呢 咱们说这鸡名狗道这二位 这位狗道 站住了 这是 您们管了 天爷 我给您办这事 当天晚上 秦宫 大内 侯后 开走 挖走 把这个狐子皮拿出来 拿出来 等刚无故天明 赶快进宫 把狐子皮称给这个秦宫这个王妃 这娘呢 给她 哎呀 我们这走一点 我们走了 为什么这么早 废话 前往起来一下东西丢了 我们走了 往外走 走之一半 怎么办呢 你想啊 一天一夜快到边境了 赶上天黑了 这白天没少赶路 住在边境的这个城寨 过去说了 鸡名啊 无故天明 金一大门才开城门放行 晚上天一擦后关城门 不许人来回走 为什么呢 你想万一你城门开一整天 有这个分崩外国的奸细进城怎么办 是这 倒是正好赶到关城门 坏 这一天了 秦国也明白怎么回事了 招派军追给咱赌事全死 啊 连我带朋友们谁也别呼 怎么办呢 看这鸡名这位 他有口气 咱说的 鸡名鼓鼓天明 啊 金鸡畅小啊 这鸡叫的开城门 这朋友啊 冒死 躲到这个哨卡附近 学鸡叫 学的还真像 一学的鸡打鸣 这门当兵的还真听话 把城门就开开 救出天门一命 就这二位朋友 之后呢 田文说了 交朋友呢 啊 没有高低贵贱 都是朋友 说白了 早晚有一天能用啥 你不要看啊 什么都不愧 必有长处 人完人 这是孟长军 说这个天门 后边还有一句什么呢 塞专珠 专珠是谁呀 刺客 中国历史上的刺客之王 这个专珠 什么呢 干什么呢 这叫公子汪 刺王寮 找的刺客 就是这个专珠 刺王寮无果 这公子汪呢 就是吴王 以后 王寮呢 把持这个政权 公子汪呢想夺取政权 恢复大吴 吃了一盆半 找人杀这个王寮 谁推荐呢 今天我也说下个字的 叫吴子虚 武元 吴子虚 楚国人 吴子虚 他推荐了专珠 赛专珠指什么意思 赛专珠的赛专珠这个四科技呀 专珠的孝母 对自己都武器非常好 这位出身平民 是个屠户 练过几天武艺 身大力亏 一般人是十几个人进不到门前 也是个血气方刚 好打架 你小伙子 后来就走大街上 谁碰一碗 开始打架 冰了王呢 揍人老惨了 不管打的什么样 他妈则是一出面 专珠 别闹 回家 立马 唇手而立 就这么听妈的谎 孝顺母亲 那不是一般的孝 吴子虚呢 层中的搭桥 公子光 知道他专珠 公子光呢 先去呢 见这个老太太 啊 这老太太红得挺高兴 啊 也是叫干妈 是叫做男的不拐的 红得挺高兴 尊重一看 这公子光是朋友 你有什么事我得帮你 公子光全盘托出 我要杀这王子 你觉得怎么办 咱们想想 咱们杀这王子 就引出历史上有一个 比较有名的事件 鱼藏剑 鱼藏剑 就是这鱼 啊 一头鱼 里边藏着剑 硕是剑 其实是短的匕首 大号匕首 这叫鱼藏剑 这把壁藏剑 能搁在鱼藏子里 鱼藏剑 这事儿叫鱼藏剑 哈哈 哈哈 不咬嘴巴 哈哈哈 就是专中 你看这书是图货 咱说了 你要想给这王辽上菜 上这鱼 您不能以图货身份去 最起码您的是个厨子 对 就为这件事儿 尊货 下虎功 练厨艺 就做这鱼 怎么烹鱼好吃 怎么去的腥味 怎么去的土腥味 啊 做生鱼片 这就在你妈做 是能吃鱼人都管做的 就学这个厨艺 学得非常好 在乌国人家做鱼是偷钩了 我远处做鱼 专中的 专中的鱼好吃 王辽听说了 好啊 召进宫来吧 给我做顿鱼吃之后 他引出这鱼藏剑 赐王辽 专中 啊 赐沙中工 鱼端到这儿 肚子把刀拿着铺 给王辽捅了 专中了 当产人晚上碎尸的 死听菜 之前为什么说是孝母呢 之前他不同意去 我不行 我要去吃茶王辽 我肯定得死那儿 我母亲怎么办 谁替我这个凤雅老母 怎么办呢 我不想这都母亲百年之后 我才能帮你 啊 龚子光你多迷 我这百年吃痛 我瞧你妈身体挺健康 啊 百年之后 我再整个三十年 就不行啊这个 也挺淘汰 对朋友呢 说实话 有点小分歉 啊 啊 孟子光呢也觉得 哎人家说实话没毛病 但是这事儿全都专中母亲手里 老太太听了 哎 别耽误我儿子这么事儿 啊 儿子建功立业 是不是 怎么办呢 老太太悬梁自禁 昏出 哎 刺得亡了 笑什么 天 但是最后呢 现在咱说的之前说的 叫刺客之王啊 杀手之王 现在呢 就没人拿他当杀手之王 现在你好多厨师医院 你们祖师也是这样 专注 现在好多厨子送的祖师也是专注 因为他就是比较下工厨艺这个 厨子的祖师也是专注 好 就说是他 而大老好说呢 神调无敌 全叫好 啊 反正盖山东办明天 你想飞飞两道楼吃 官府办不了事儿 他出面他能办 就得清楚清楚吧 为什么在这个查处干嘛这儿呢 你想 干嘛来了呢 他跟他自己的一个同僚 叫房虎 哥儿俩 出长差 押犯人 从山东啊 往山西送犯人 老同僚啊 转送 俩人压界子 一人压一个 不是去一个地儿 秦荣去哪儿呢 山西路周天堂县 房虎去哪儿呢 平阳 为什么一块走 都是去山西境顺路 并且咱说了 从山东到山西 为什么要来长安附近 咱说了 林同山查处庚的长安附近 为什么 得去长安寺 说白了 就是现在的 应该是顶级的人民 人民法院应该是 来这个长安寺啊 领这个批文 你上这儿 报告了 这俩犯人我们判了 发配去哪儿 给您这批文 这边一批 我们拿走送 上这儿拿批文了 长安寺 从长安出来呢 俩人骑着马家 都犯上 犯上什么呢 江湾大道 您看 但凡有交通的俩人不能逮着 反正是那个小偷小偷小摸呢 俩人走 到这个林同山 秦琼啊 是个崇拜英雄的人 你想他不崇拜英雄 他怎么能 在后来扶我 英雄呢 孩子们都有个理想 我想打大的干这个 打大的干这个 打小鬼崇拜英雄 他可能成为英雄 到林同山为什么崇拜英雄呢 林同山上有一座庙 谁的庙啊 我也说你怎么能来说 五元庙 就是吴子虚的庙 就是引荐专注那位 啊 吴子虚咱们也在说这儿 大家听多气 文昭关 吴子虚原来是楚国人 他的父亲叫什么呢 叫吴舍 哪个舍呢 舍是不是舍 吴舍 还有一哥叫吴上 高尚的舍 他这丹里人又 被楚平王呢 把这俩人害了 轻信谈言 把他父亲把他高尔杀了 吴子虚连也刨出楚国 出关 投奔哪儿呢 就投奔这个吴国这儿的 这公子光 吴光夫拆了后来 就这个 投奔到他这儿呢 帮他呢 杀了王辽 统一吴国 最后呢 帮着这个吴国把齐国灭 齐国投降 挺好 包括呢 反过头来去灭楚国 借吴国之兵灭楚国 灭完楚国 把这楚平王的棺材 多少年之后 楚平王死了 把这棺材包出来 棺材在这儿打开 把这尸骨拿出来 鞭尸三百 打了尸骨 来 再买一下 啊 指着这吴国骂十天 他们的 给哥哥 给负金报仇 就这吴子虚 之后 咱说这个 灭这个齐国 这本人都算灭完了 齐国都纳祥书了 吴子虚去接受 去齐国的首都 齐国有高人 出一条奸计 说什么呢 吴子虚啊 明媚来接受啊 实为什么呢 串通齐国 要吞扁吴国 这消息传到吴王福拆的儿子里 福拆已经说 本身就是楚国叛逃我这儿 帮我灭楚国 保存我这儿的叛逃齐国 帮齐国灭我 吴国 怎么在这儿 不行 他也对得起这吴子虚 刺了一口宝剑 干嘛呢 送到金钱 拿宝剑你要自门了 你刺啥什么 你表示你的忠心 吴子虚听着 嘿 咬牙一跺脚 得了一条死死吧 怎么说呢 啊 头主不明 良情没有择目而起 这不是好主 夫拆不是好人 死之前 发下洪世院 自己有自己的门口 干什么呢 我死后 弯掉我一只眼睛 干什么 挂在吴城首都的东城门上 把这眼珠子镶住城门上 为什么 我要看着吴国灭亡 吴子虚 多狠 道个歉 九年以后 吴国灭亡 吴子虚的红天寺院在这儿 比较悲剧的一个人 到哪儿都没人信 最后到这么一个信 就是五元庙 为什么这是第五元庙呢 林同山 你说这人挺悲惨的 有他阳东帝万子说 啊 林同山举顶 千金顶 立压十八国 十八国围剿 这五国啊 他在山上立举千金顶 开大会 给这十八国 圈镇住 有他这个事 所以在林同山上呢 盖着这个五元庙 屋子虚的县 请从打马路过了一看以后 这五元庙 我得上去拜个五元 把这饭子交给房谷看着 他骑马上山 上山拜庙 白人庙呢 之前和房谷说的 你先走我追你去 因为他骑的黄标马追的坏 房谷也没等 他带着两个饭子就走了 他上山拜完庙下山 哪有的一听 也听这句战士之声 人声操杂 把兵器跟鹰帮乱抢 封了这个山领 一看越快了 怎么呢 一眼瞧着 打家结社的强人 并且什么呢 这是官眷 他是官府中人的 他一瞧一瞧这是官眷 穿的衣服不一样 一下打马下山 把这个熟通箭拿出来 都怀里抱着牵着马 猪虫 就这一嗓子 李渊哪里瞧瞧瞧 这山顶下了一人 穿着打扮什么 反羊皮子沾帽 一身清剑阴 牛皮战群 跨着马 红标马 一身的黄 脑袋点快白 泪插得有点白 怀抱着疏风双肩 威风凝起沙士风疯 下了这么一个 长什么样啊 面如淡金 淡金色 黄两个 啊 两刀剑尾 一双虎 鼻子口骨 正正常常上 主手 Rod Day No asona词 李渊听这杨广也听着 杨广也听了 杨广也听了 説手 哦,就来搭架子,我俩听这声挺转的,我俩人合力把他家废,把李渊杀死再说,他听着助手可是声远啊,他知道山坡离他这远啊,他不计错一件事,咱说了,秦琼这是狗马呀,黄标马呀,助手,差的远着呢, 还要打,这手的阴刚阴落,秦琼都倒在背后,一看欧花,喊助手哪个不停是吧,孙兄姐分双手,举起来还算是怎么着呢,光明磊落喊一嗓什么的,光天化日打架结社,随人照打,喊了一嗓子,这双姐照着杨广后背,就下来了,得亏是喊这蜜嗓子, 要不喊这蜜嗓子,这随堂演艺就没有了,你得夺没,要不喊一嗓,怕死了,这杨广,怎么才随堂演艺的,这五巧不成功,招打,喊,下来,杨广这儿还,招打,到跟上了,一听风声,一掃声,还真不错,这简啊,爽,躲过去, 头儿过去,收剪,里边这根啊,从肩膀头这儿,扫下去,刚吃火辣了,尊心的疼了,就离一下,咱说了三招四拢啊,拢是带这儿的, 抓你一下,这也受不了,杨广一走,哎呀,哎呀这一声,赶快闭嘴了,后手还有好多词呢,哎呀,疼啊,想喊这儿,就哎呀,不喊了,怎么呢,判离冤听出来,拨出马头,在这一边,五肩板定睛关桥, 秦峰这一眼,下来,哇,没打潮啊,他就是一看,看见谁了吗,约画几了, 哟,这边也打的,哟,那边跑一看,还打,一看这人呢,哟,把他打好了,这个还跟他打呢,说了嘞,赵家伙,双叉,两下,流行两个一千一号,约画几这儿打的,赵家伙,嘿,横兵紧一颗, 要探探点声,俩虎都麻了,怎么呢,原话你再说实话,半门半过,那不是正九五下,秦琼多的能力,探探点声,虎虎都麻了,一波的马头也绕过去了,一群小兵围上来了, 秦琼多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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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打,这原可得好心歇会儿,要和他帮忙的,他不是马头一过着呢,杨广,俩人一对眼神,一瞧啊,别打了,咱撤,杨广有自己心理想法,什么想法呢,我为什么要杀李渊,我当皇上,我先征这太太,是吧,这个浑州梦愣的小子,下边说,您给我一件, 这儿给我打的火辣的房子里,我可能皮都掉了,我再跟他打,他说我是谁,我清山蒙面,帮鸡眼给我弄死了,我这之前的工作都白干了,说嘞,冲着羽幻化你,招手,什么意思,处,羽幻化你一看,够了,够了,咱俩老命都在交在这儿,拖着马头脸,骑得马,吓,吓死你,这不过命看就,当伯的倒了,跟着,哇,兵败如山倒,全撤, 跑干净了,李渊算是,碰见了,擦马汉,亲情的那脸,把松家一盒抱在怀中,唉,出一口肠气,还没打动回事,啊,李渊一看,呦,这是救命恩人,要没他,林家俊,啊,老小,带李渊全撤死这儿,查住啊,就是藏身之地,赶快,啊,下马,放个封锦,往边一戳, 走到秦冲马前,一路行,搬手交贵地,秦冲赶快拿手一撮,没想啊,拿手一撮,没药,拖起来,啊,拔刀相助,啊,人追长抢,谁走这儿都得救他, 秦冲呢,一站着马江上,大三啊,不跟他多说话,为什么呢,我拔刀相助,给人打跑了,我还想着防护还等着我呢,我得追防护去, 一站着江上,拔刀马都要走,李渊国立马,拽着江上,允锦莫走,可否留下尊姓大名, 为什么,问您名字,我得感谢您,过去古人讲的,留下尊姓大名, 秦琼呢,怎么说呢,发言上雷锋的精彩,啊,就差说我叫雷锋,啊,小小事情合足挂齿,啊, 因为我陌路相人,啊,扶持一把,何必留下姓名,我啊,走,我去追赶贼人, 说句客的话,我接着追贼去,你啊,忙你的,我走了,一拔着马上,卡,起马就走了, 李渊他不行啊,这是救命恩人啊,不问姓名哪儿停啊,翻身上马起了马来追, 加东运工探破,主子追,那跟着吧,哇,一群手追过去了, 秦琼前后赶着马跑,后边赶着马追,啊,李渊这儿喊,英雄,高兴大名, 加东运工探破,高兴大名就喊,哎呀,秦琼前后喊,这干嘛,非得问这个, 得的,哎呀,告诉他们得的,实在是救不过,回头啊,国教秦琼, 秦琼,你想,他马坏,跑多远,他上过了,下不老,后边,哇,一群声喊, 你叫什么,我叫秦琼,这也听不见,那,想看我这,李渊骑的马快点, 没有想挑挑听见什么呢,秦琼这俩字,听见一个字, 秦琼,听见琼字,秦字啊,风巴饭,琼, 嗯,这人姓琼,他叫什么呀,你叫什么,还问, 秦琼,你在前面骑马,怎么没了,不告诉你们的秦琼了吗, 怎么还叫什么呀,双箭一抱,赖着江水回手, 我再问,一咬手,李渊,哦,咬手,哈哈, 你看什么,莫咬手,莫咬手,莫咬手, 你愿意追马,哦,不然问,你咬手, 琼,琼,琼,还咬一下手, 手是火,手是手,哦,叫琼武, 叫琼武,姓琼家的杭博, 琼武,把马勒住了,问那个加农院工, 也听清楚了, 嗯,没太清楚,我们就知道,好像姓琼, 他跟我说,就是琼武吗, 主子也说,奴才不是搭音吗, 哎,我们听的是琼武,是琼武, 就因为这个琼武, 李渊上任之后, 盖了这么一座庙,叫琼武庙, 这庙庙叫琼武庙, 就纪念这位,就自己这位英雄, 他可不是套我这叫琴琼吗, 说李渊不管,回去收拾战场, 上任,登太阳, 琴琼呢,打马,追上防护, 呦,马停住, 上混沌之后,呦,哥哥,您回来了, 呦,你怎么一身的汗呢, 这箭怎么样,出了这个, 啊,能撬着这个吗, 箭怎么拿出来了,您干嘛去了, 哼,兄弟,你可不知道, 哎,上山拜个庙, 下山还打了一架, 打什么架, 哎,报个不平, 把事情经过一说, 打算了一帮贼人, 说完了呢, 黄鬼说,哥哥,您是说, 英雄好汉, 上山拜个庙, 您还行下仗一回, 得嘞,咱哥俩走吧, 没几天呢, 俩人到哪了呢, 就到这个, 山西陆州, 到陆州呢, 秦琼到地儿, 压界犯人, 到插入口, 咱们我经常哪人一包饭呢, 哥哥,兄弟, 咱们到这儿就分开了, 行李咱们分一下, 这是您的行李, 这是我的行李, 这是您的公文, 这是我的公文, 这是您的批文, 这是我的批文, 这是您的犯事, 我的犯事, 犯事别能获得到这儿, 您的犯事, 我的犯事, 咱们的旧事一别, 我奔平阳, 您奔牧州天堂县, 秦琼说, 行,兄弟, 我肯定先到, 我到时候我等你, 你从平阳回来, 上天堂县找我, 咱俩一块回家, 说得挺好, 房主带着犯人走了, 盛秦琼一人, 打马后奔天堂县, 进了县的先奔县, 带着犯人, 到县县, 敲骨打点, 牙医们出来, 有理由, 谁是来的官差呢, 能瞧着官人打来, 带着这个羊皮帽, 说您是干什么呢, 把公文称上啊, 我是这个山东过来的, 入住天堂县, 发配犯人的, 行, 把犯人这个收监吧, 定走收监, 收进间之内, 过着这个老头呢, 跟那个秦琼说, 那个这位爷, 这位班头, 跟您不好意思, 怎么呢, 这个批文呢, 现在给不了您, 因为他有公文呢, 当地的老爷得批文, 批对一下, 画个钩呢, 什么意思呢, 告诉你把贩人压到, 拿着工人回去交城, 呈给自己的老爷, 哎呀, 你送到这儿画钩, 该关键的, 必须得这, 可是呢, 现在呢, 这批文给不了, 怎么呢, 咱们这个, 这位县菜老爷, 姓蔡, 叫蔡建德, 蔡老爷, 干什么这个呢, 没在府里头, 这两天呢, 新官到任, 山西太元, 啊, 扶寅, 姓李, 李大人到任, 啊, 去给人家, 啊, 恭喜他了, 就是贺官钱出牌了, 所有的县定的, 山西经理的县定的, 都去给人家的福音呢, 祝贺, 这个李大人, 这李大人, 这就是李渊, 说咱这故事是勾着的, 如果说秦中没救李渊, 这批文哑到, 这蔡老爷不用去了, 从事就是勾扎灵魂, 去那太元府, 给人家李大人呢, 祝贺, 帮走, 不知道哪天回来, 您得委屈委屈, 啊, 咱们这几天, 老爷回来给您的批文, 您就走, 去弄一下, 得来, 要是这么棒的, 跟这官差说什么呢, 我呢, 管医, 啊, 在哪里, 这官差说什么, 这个, 哎, 管医也有, 现在您来的不巧, 装修呢, 你住不了管医, 您要自己找地住, 现在管医呢, 下不信, 那边下脚了, 顶子都鲜了, 啊, 您随着地住, 心中行得了, 就这么着吧, 出了衙子去哪呢, 去一个城西, 找到这么一间旅馆, 就叫什么呢, 酒店饭店, 什么呢, 叫王家店, 老板叫什么呢, 叫王老好, 啊, 店主东, 唱戏里就做了, 店主东, 王老好, 店小二, 啊, 叫王小二, 也叫王, 一进店的领着马, 进店, 王小二一看说, 拆人的打扮, 这是官府中人, 揉不起眼, 上来笑点一刻, 又这位天, 您是要住在我们这儿吗, 秦庆说正事, 把马牵到后边, 好草好料, 给我腾出三间上房来, 三间上房, 腾出有有有, 一明两岸, 三间上房, 腾不定的这是正屋, 一边一间屋, 腾出您上房来, 一明两岸, 行行行, 有有有, 把秦庆的领到上房, 打得热水, 擦他脸呢, 咱得身是尘土啊, 不是, 您在这住几天呢, 秦庆你想, 住几天我也不知道啊, 你谁知道蔡老爷什么时候回来, 跟点家还说呢, 呃, 我也不知道, 谁知道你们现在老爷什么时候回来, 但是小二哥挺客气, 啊, 小二哥, 您呢, 帮我个门, 我住在您的店中, 可能消息有点不通, 我要不出, 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 您老在街面上混, 老爷多了一回县城, 您通知我一声, 我好呢, 让老爷拿着个批文, 我好回家, 小二已经挺客气的的, 您放心吧, 那什么天也不早了, 我已经上这儿酒菜做了, 秦庆说行, 好酒好菜招呼吧, 也有的是钱, 啊, 有的是银子, 行, 上菜吧, 小二去上菜, 秦庆坐着屋里盘子, 哎呀, 老爷什么不回来, 唉, 想起什么了呢, 临来之前啊, 秦庆弄五千, 给了秦庆什么呢, 五两银子, 不是说路费, 就是他妈登给了五两银子, 私房钱, 干什么呢, 老太太九月初九的生日, 来说的秦庆孝孟, 九月初九生日, 正好说你去压制班的, 去鹿州天堂见, 鹿州出了出仇子, 鹿州仇才不断, 给你五两银子, 给妈买点仇子回来, 寿淡之日, 妈要坐这心衣, 秦庆弄你这事儿来的, 把手的伸进怀里, 一摸, 五两银子在, 可是再一摸, 秦庆傻眼了, 怎么呢, 没钱了, 就有五两, 为什么没钱了, 乖呀, 之前呀, 从山东出的时候, 就仿佛是一带, 俩人一趟拆, 杨敏都知道, 哥俩也好, 过去的拆旅费呢, 都是提前给, 你们俩人一趟, 一下给十两银子呀, 或一日五两啊, 是这么给, 不像现在人出来, 回来告交, 啊, 或许是一下都给你, 正好俩人一趟拆呢, 房主呢, 去领银子, 啊, 领个批票啊什么的, 领个过关的凭证呢, 去领, 一下都说, 你不跟秦庆一趟吗, 钱呀什么都给你, 你一人拿着就完了, 你可以跟秦庆分不就完了, 房主全拿过来跟秦庆说, 二哥, 这钱好都在我这呢, 咱俩是现在分, 还是到地儿再分, 秦庆一想呢, 嗨, 都自己哥哥的一项没事, 你拿着, 路上呢, 花销都你来, 啊, 到地儿你给我点钱, 喝酒就能住, 或者路上呢, 我啊, 吃个饭呀, 喝个酒就行, 你给我留点钱就行, 可是到这岔路口, 分到扬镳的时候, 房主啊, 行李什么都分, 把这钱忘了, 秦庆也没想, 没有这概念, 等到这份, 你摸的, 哦, 这五两概, 和别的钱没有了, 一下快, 那一分钱, 正说的这儿呢, 店小二上菜, 挺客气, 四个菜一的汤, 啊, 标准的被子, 一壶好酒往上一拖, 店小二爷, 您吃的, 我先下去了, 这下人过来, 老爷回来, 你一定通知我, 越快越好, 哎, 我不瞒你说, 我身上带的钱口不多, 住不了几日, 您多多担担, 把话说明, 这下人听得了, 您放心吧, 爷, 老爷回来, 通知, 今天一想, 反正, 无数两银子那时呢, 我现在老爷拿批票, 是不是老爷不得多点钱, 老爷不得少点钱吗, 我这交店饭钱也够了, 大部分的仇子不买, 回去给我妈请个罪, 我那托人上路周买了, 不就完了吗, 把公事先办了, 我妈也不过怪对我, 就这样吗, 啊, 吃点菜, 喝点酒, 挺好, 一天过去, 这一住, 就是五天, 天天这么样, 啊, 一日三餐, 啊, 一餐四个菜, 一个汤, 马上好饨好料味, 啊, 人为马吃, 全是肉, 在这住了三汪, 一下住了五天, 到这一天, 中国正拿几块的要吃饭, 便想, 登登登登登上午, 敲门, 啪, 门推烂了, 二爷, 知道了, 秦琼前二爷, 二爷, 现在也回来了, 正进西门, 秦琼高兴, 坏, 这五天呆的, 人生记不过, 没人聊天啊, 一听老爷回头, 好高, 我终于能回家了, 把坏的往这里喝, 披车往怀里吹, 丟丁丁丁丁的, 下轮, 这么租, 老爷坐轿进城, 正走着一个饭店门口, 门店, 秦琼一讲书的看着, 喊, 观差辐屋过来了, 直接一个建国买出去, 跪在江街, 小人秦琼, 参见大人, 问柏, 跪。 你想, 抬轿地走的呢, 感觉感觉到自己地ibel, 挺安全, 挺太空的, 也闲散到家, 摆一摆摆, 突然是股一人, 啊哈 头上去叫我说 你看有很多人呐 他这么优惑他可站住了 后边看不见了 还往前抖呢 前面站住了后边一嗓 你想这叫台子是这样的 前面站住了后边一嗓是这样的 这个蔡老爷呀 估计是那样的体操 一个很漂亮的前面站出来的 哈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抢我呢 但是说做轿里是这么多的 轿的一些顶路是凉凉凉枪出来 怎么那天就那么寸 啊哈 轿的里边有这什么呢 扶手板 现在叫什么呢 又坐车的小桌板 坐飞机有小桌板 嗯 老爷头天啊在这个太原 同僚都是各县的都认识啊 大家喝酒 退杯换餐进流流 啊 喝的挺开心挺happy 喝的挺好 最无睹 打起来呢 回欠 骑着马骑一半 酒劲儿都有点上伤劲儿 怎么办呢 坐轿 舒服服的 快到家里 坐进轿里放困了 你想人这么做的 放困了 怎么也不出乎 他就把那桌板上放下来了 这手子 这手子这么淡在桌板上 听过去 要没这桌板呢 老爷还是站着 有的桌板老爷出去 怎么呢 叫他一遮呀 老爷桌板在这一磕这 一前翻 过去了 呼呼 先叫男儿子出来了 老爷出了 他进去 啪一开头 这么对点 亲生在这儿怪的 走 这个老爷太平衡的人了 老爷这冒脸掉了 哪干 过了家也说起来 老爷叫妈妈 没找家 按在这儿 干嘛 按起来吧 老爷故作认证 怎么回事啊 啊 说老爷 到家到家了 我们来牵葫芦了 啊 提醒老爷 有人拦叫 咱们这现场一直挺太平的 有人拦叫喊冤呢 老爷不知道 他说他是山东的秦雄半拆的 参见大老爷 回府再说吧 把他带上 为什么 顾那大街上说 多丢人呢 那么多老百姓看着呢 有想过不敢落 忍着的 回府再说 同情圣教 把小拇板自己拿进来 搁好了 胜手扶着 开上车出去 有人过来把秦雄架入 驾入秦雄 回府 进县衙 老爷升大堂 你配牛腾 来 何人拦叫 带上来 哎 别搭 老爷想起什么了呢 带上来 不带 我咱听说了 山东什么半拆的什么 带上 哦 你也是公门中人 同事 他带上一见面 你说 我白摔了吗 是不是 来 带上去 别搭 打十把子再说 怎么呢 不见面 有话你也说出来 打了你白打 谁让你撞过来 啊 冲撞我这个 啊 叫架 这是 关架 谁让你冲撞我 打 亲兄一听 嘿 走嘞 该打 怎么的 亲兄说我也太猛装了 我出去 老爷来冲撒毛 这都不好 咱都该打 练武之人 打石像呢 也没什么事 石板子 啪 石板子打完 亲兄给夹个大堂 往这一跪 小人给老爷见礼 老爷 哈 快生气 你是何人 奇邦老爷 小人姓秦明穷 山东济南府立城县 啊 三班六房 总 啊 总一马快 总土头 啊 总土头 总一马快 哦 为什么来我叫 老爷没忘点 为什么来我叫 老爷 我 我是 我是五天之前到的事 压解犯人来线啊 我等您的批根回家 老五我要过生日 啊 就在最近 我要赶回家住 并且呢 啊 我们这个 现在老爷呢 给您有书信来往 啊 宗哥寺说 我们老爷姓刘 刘大人 叫刘琪 你说这个 这太老爷 哎呦 刘琪了 怎么呢 同僚 什么叫同僚啊 一介的活 说白就是一介的同学 刘琪是同学啊 哎呦 这是我认识的 这是我同学手下的人 哎呦 得非是先打了十下 他进来再打十下 打不了了 摸不开面了 来不从那儿 哎呦 你是刘大人的手下呀 哎呦 你怎么不早说呀 这人就下班了十几 你怎么不早说呀 免受披露之苦啊 秦兄心里这么麻烦 我早说 你让我见到你面子 我早说 你打完了 抓住我了 秦兄一想 得了 我也该挨打 只要我冲撞人 哎 是老爷 我这刘大人的手下 有一封书信给您 刘大人 祝您和府大鸡 什么叫和府大鸡 全家都好 和府大鸡 你请到书信城来 坐在这 哎 你是要批文吗 是的老爷 批文城上来 批文上来 老爷封面看 勾勾点点 盖个招 咱拿走吧 哎 回来 秦兄心要批文要走 老爷 回来 哎 去这个 财快房 什么叫财快房 叫快据室 财快房 快据室啊 去领文银三两 干嘛呢 咱说的过去在隋朝啊 这个官差出去办案啊 包括这个押戒什么的 这个钱呢 你是哪个衙门的 哪个衙门给你 你出去办事钱就给你 到当地不应该再给你钱 来 去领文银三两 秦重一听 文银三两 白赏个文银 谢老爷 这差点为什么给他三两 封秦重的嘴 为什么 你回到山东历城那边 你跟刘俊说 我去的为什么没干 给我石板的 这颜面不好看 这朋友究竟都不带了 给你三两 特意继续金床 这是我赏给你的 请你听就明白 得得得得 谢老爷 去财快房 你给我三两银子 你想听好 可以回家了 到酒店店小孩一看 就爷爷您回来了 您就是拿完批文了 拿了 爷爷那您就是要走啊 明天就走 回家 那得 爷您要明天走 那咱算个这个店钱嘛 咱把你钱算了 账算了 那早上起来 您就走了 行 那咱算账吧 到这馆帐仙人那 劈哒哒哒一份算盘 一下说了 您从这个8月17住的 今天是8月23 您就说6天吧 用天走 这6天呢 人吃马胃 一日三餐 马是好料好草 咱算半天 最后是3两4500 其中一听 嘿 这三两管理用了 3两4500 得嘞 我要给你325 多给你一道的钱 赏给你的 给你325 其中一身上呢 就剩了425 个子怀着 钱给你啊 来 好酒好菜 今天晚上吃完饭 明天 我也不要 登城回家 店家有一箱 得嘞 您上网 我给您上菜 好酒好菜 向你一桌 其中一杯高兴 贵心思见的 终于能回家了 啊 亲家朋友们都在 回家见老娘挺开心 晚上多饮了几杯 酒就啊喝 咱说了八月份 八月底 天啊 快入秋了 四凉四个凉 喝完酒 人身上燥了 酒喝完就发汗 你血液循环速度快 秦琼呢 住到二楼 把冲锋开开了 小凉风一吹 还挺舒服 叫凉风接着喝酒 喝完酒 倒的床卡 还要睡了 四十天明 秦琼 现在雾天空击叫 揉着眼躺着床塌上 哎呀 天亮了 拿手去升床 王琪一坐 嗡的一下 哎呀 不好 咣当 又倒到床上 为什么 一会他跟你说吧